国民党以兰县党部举行新春团败 现场座无虚席 党内重量席的人士都出席盛会 展现大团结的和谐气氛 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在部分区立委徐宇珍 吴宗宪的陪统之下亲临到场祝贺 受到热烈欢迎 朱立伦表示 大选之后国民党需要有所改革 更要争取年轻族群的支持 多鼓励年轻子弟来加入阵容 让党内有所传承 这都想要国民党 但是这些清狂时代 他没有这个管理 或是现在很多人都没回来 希望说 他的人来自国民党 希望说这就是我们的打 这是改革 当然有的人没有了解 因为说 哦 国民党就没中事了 我们这些开放问题 没这个事情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每一个都中事 每一个都重要 大家一起来打拼 这是我要跟大家报告的 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团结努力 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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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好 另外 我们提前能够 虽然真题很优秀 这次没有办法当成立法委员 继续努力 但是我们一定要让 大家能够争取一些中央的支持 最近我为了国民党 比方国民党更好 更好 我们要团结 要怎么改革 社会都有期待 我们一定要做 今天我非常困点 南华夫心的前辈 我们华国来在理主委的代理之下 每一位都很好 真赞 来打电话 好 朱立伦也表示 宜蘭没有党籍的立委 将委由具有司法专长的部分 区立委吴宗宪 以及徐宇珍 为宜蘭来加强服务 我们宜蘭市长 这些議員都会认识 随时什么电话 支持 随时需要什么方向 我们有理法委员外 随时任何人都会认识 他们都会认识 所以 法委的院长是 我们的韩国瑜 对吗 对 院长是不是 我们的江西臣 对吗 对 我们都会佩战来打电话 所以我只要说 没错 我们的管长 认真要请什么认识的支持 但是你欢迎 在我们的议长代理之下 我们五十四生的女后委员 都会支持我们的美兰官 这是国民党一点 要认识的音乐 希望大家的基督 对我们国民党 包括韩国医院长 包括江西臣 政府院长代念 这里 有欢迎的动团 都会专业来支持 我们的議案 祝福 朱立伦除了感谢党员 在总统以及立委大选的协助之外 并且感谢一月底提出 辞呈的县党部主委张建荣 这七年多来的牺牲与奉献 至于新的主任委员人选 中央也会审慎评估再做临聘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